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历代史学家都认为这段记载不太靠谱 这期间有三个疑点 七一三国志后汉书未尽春秋等正史无在其事 如果根据终端参观的原则加以叛息 刘异庆的一家之言未免沦为孤正 七二是说新语当中的记载 与曹丕为人处事的套路大相径庭 识人言曹丕雄忍善断 人胜达结 可见其谋略派系偏于阴柔一路 胁迫自己的亲弟弟在文武百官面前作诗 还强横霸道地说 如果不能完成则要伸手一出 如此明火执杖 倒像极了董卓的做派 与曹丕的帝王城府不相契合 我们来参看一下曹丕当初是怎么弄死于晋的 于晋经水淹七军之后被关于所服 后来吕蒙白衣渡江 于晋就辗转被东吴所得 东吴为了跟曹卫在结盟好 就把于晋遣送回国 可是于晋身为上将 居然在数月之间两次失劫 不禁惨恨交加 郁郁寡欢 请卧南安 不思饮食 面对日渐消瘦的于晋 吴智 陈群 蒋继等好友 都纷纷加以规劝 欲令其重拾 往日威严易中 无间不限之风 不要再萎靡不振 好话虽然说了一车 于晋还是觉得忐忑不安 没脸再立身庙堂 这个时候曹丕就把他宣上殿来 好生安慰 爱卿你知道孟明氏和徐林傅的故事吗 他们两个人也多次败己 单其主舍而不杀 仍使戴罪立功 军前效力 忠令二字 拓地千里 兴国望族 文泽将军应该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怎么能自暴自欺 于晋听罢 方氏放下 心中大食 一日曹丕给于晋府上 送去三幅图画 第一幅画是关羽发怒 水淹欺君 第二幅画是庞德旧义 誓死不详 第三幅画是于晋卑躬屈膝 求饶讨生 于晋懒逼 曰 无趣令明远矣 不久之后 愤懵而死 这是曹丕的套路 其三是说新语当中记载了五个字 跟曹丕的心理素质大不相符 就是地深有残思 我们知道曹丕是经过后黑学的长期淬炼 有着极强的战略定力 所以曹丕才选其为接班人 如果说谁随便做一首诗 就能让他惭愧不安 那他心理素质也太差了 这样的人当得了皇帝吗 其实我们只要翻阅证实 就不难发泄 曹丕和曹丕两兄弟的关系尚算融洽 当然融洽二字要加引号 因为深宫大院长出来的兄弟 不可能有真感情 平日里都是霹雳阳秋 虚语尾仪 这一点无庸坠言 表面上这对兄弟绝对过得去 据陈寿于焕等使家提供的资料来看 曹丕对其十分礼于 可以说是宠命优渥 有五件事可以反映 第一件事是曹丕受绝封侯 所接受的赏赐十分之多 他甚至在世里都反映了自己的奢靡生活 这比之于其他兄弟名为藩王 实为囚徒要强的态度 第二件事发生在皇初三年 有人弹劾曹丕谋反 满朝文武都奉劝曹丕 应该趁机打压曹丕 或者干脆把他囚禁起来 但是曹丕力排众一宽赦曹丕 第三件事发生在皇初四年 又有人说曹丕建府余之 而且家中珍宝又是宫中所无 您就算这次不把他弄死 也得趁机削其封地 捡其绝路 可曹丕不但不缩小他的封地 反而给他多增加了三百多户 第四件事情 更能体现兄弟二人上下循序 不相侵耻 曹丕动辄给曹丕写家书 一写就是七八疯 可谓嘘寒问暖 关怀备知 我们来看看曹丕是怎么写的 进揽文帝事物凶杂 先故己身 圣人训少不勤行 壮不敬时 长而安贫 老而寡欲 贤心劳行 养生之方也 列子约之一 而养产万类 何之于始 何之于终 敬神灭想 生之道也 望烧宽心 勿使暗毒反影 劈破雷虚 令武德侯 六亿能挤 岳父能挤 茶饭安否 而曹丕美当 得到曹丕的家书之后 也都被李祥周善言回复 不管多忙 总要抽空 回复一下 并且还附送弟弟 一大堆礼物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跟三国演艺 或者电视剧里反映的一样 这对兄弟的矛盾 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兄弟之间 已经撕破脸皮 再无回转余地 那曹丕还何必惺惺作态 劝文帝 要劳逸结合 甚至连武德侯 曹瑞的学习状况 衣食住情 也都一一关心 曹丕更没必要搭理他 第五件事 发生在曹丕 接受碑迷糊进贡的结果眼上 在碑迷糊所进贡的 珍修玉传当中 有一种水果 堪称其真 其形状和味道 类似今天的蓝莓 味道酸爽可口 曹丕接过李丹 便直接在贡使的李丹上 提下小筑 意思是说 这个水果十分好吃 此件不得不尝 之后 直接把李丹 转赠到曹植那边去 但曹植的封地距离首都太远 无意赶赴京畿 为了不让曹植 饱受舟车劳顿之苦 曹丕下令侍从 将此水果 用冷水封住 快马加鞭 用了一日一夜 将其运往曹植府地 其间竟累死了两匹马 结果曹植品尝之后 平头论足道 陛下千辛万苦 所送来的水果 也就是这么稀松品尝 左右大臣纷纷跟曹丕劝谏说 曹植这回是作死 应该是以落手 曹丕只是微微一笑 恍若未闻 由此可见 曹丕根本无意 置曹植于死地 倘若其真的心怀叵测 曹植纵有通天彻地之能 也死了十回 以往的小说 家言指控 曹丕有意谋害曹植 礼句无非有三 一是文帝自存才华 不及子贱 及贤度能 二是曹植名动天下 又与叶下文人集团 或从甚密 其一乎百应 迎两景从的影响力 令人忌惮 三是此见生性 桀骜不逊 即使动用帝王之术 也难以叫化 留下忠为大话 这三条看似是无懈可击 但若仔细加以玩味 就会发现 完全是相必虚构 首先曹丕本人 文武双全 根本用不着 极度曹植 我们不妨看一下 史家对曹丕文才的 评价 未闻之才 扬扬轻起 旧谈一知 未去执千里 然子贱思结 而才俊 失利而表依 此还绿祥而立缓 故不敬于先明 而岳父清岳 点论便要 谍用短长 亦无猛言 但俗情一扬 雷同一响 遂令文帝 以未尊减才 此亡已是迥一家 我们再看一下 明末清初王夫之在 江斋诗话中的记载 曹子贱 铺排整事 历阶及 以转人生堂 用此至诸区复之客 容易成名 身指辉豪 雷同一律 子环经思意运 以绝人攀击 故人不乐从 反为所演 子贱已是压倒阿兄 夺其名誉 实则子环天才俊发 其子贱 所能压倒也 曹子贱之于子环 有先凡之格 而人称子贱 不知有子环 俗论大帝如此 我们可以搜一下 《国学百科》 里面记载了曹丕 大约五六十个作品 自真俱拙地赏见过后 大家就会发现 子环以朴素建筑 儿子建以华丽之名 这是文韬 二者平分秋色 各善盛场 在武略方面 曹丕更胜一筹 三国志在其竹琴哲石里 骑射长百步 曾经轻松地 以一根杆着 打败过徐晃的故家 可见极贤度能之说 纯属子虚乌有 其次 曹丕在未登大宝之前 就已经掌控了 魏国的舆论网络 完全不用畏惧 曹丕以笔为刀 抨击石壁 有人说 曹丕词彩华帽 情间雅怨 参意金谷 其笔寒几风 极其善于 山火人心 这应该让任何一位帝王 都深感头痛 但曹丕却不存在 这方面的困扰 俗话说 即销毁谷 投注于墙 世子们发动 轻易的威力 当真能一山填海 这个道理 文帝岂有不知 因此其位极弱观之时 就在掐谋思算 如何接盘魏国的舆论网络 史书在约 史文帝为五官将 于伟长 孔章 源于 得脸 公干并见友善 该揽学籍的刘绍 文志和后的王相 李命西出的渠干 妙语音律的 阮语等等 沿路上的领袖 早就被其罗志帐下 俯首听命 用今天的话来形容 以上这几位可都是粉丝 千万级的网络大咖 如果曹植号召一万人给曹丕唱衰 第二天 曹丕立刻能够动员十万人给自己点赞 既然在舆论场游刃有余 曹丕当然就没必要痛下杀手 以免落个同事曹哥的恶名 这是站在曹丕角度的两点考量 最后曹植能够不见 陆于朝堂 跟自己的志向 以及明哲保身的智慧 不无关系 曹植这个人 是才傲物不假 但还知道进退 绝非是书呆子 二逼青年 具体来说 有五件事情 可以一提 早在自己的父亲 攫取相权之初 曹植就表现出 自己无异于未来的大魏之争 并驻白马行 以竖其之 白马是金鸡 连偏西北池 借问谁家子 幽病游侠 少小区相逸 扬生沙漠垂 素西柄梁公 护士和参差 空闲破左的 又发催月之 扬手皆非挠 腹身散马蹄 绞结过侯远 永飘若抱持 边城多景急 鲁骑数迁移 与习从北来 立马登高低 长驱倒匈奴 左顾灵鲜卑 弃身丰刃端 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 何言子与其 明边壮世级 不得忠顾思 捐居赴国难 誓死忽如归 事后 曹植将此诗 传遍京急 事无刻少祈求之志 只想当一名 驰骋沙场的将军 因此曹操的诸子之中 很少有人 把他当成潜在的竞争对手 曹植办的第二件事 势力挺兄长 以未带汉 这令曹丕大感未怀 献帝下 第二次明证 表示自己 愿将汉氏江山 拱手相让之时 一级曹丕 寿禅前夕 曹植就暗自备下一篇表文 以做劝进之用 当时虽说曹丕 还没答应献帝 要行唐谣之事 但是曹植兄有远见 料到曹丕早晚 必然称帝 因此提前做此表文 以成拥立之功 齐文略曰 陛下以圣得龙飞 顺天革命 允达神福 但做民主 乃祖先后 积德类人 世纪其美 以继于先王 秦绪民隐 趋劳陆立 以除其害 经营四方 故皇起初 试用龙子福庆 光起余味 陛下成统 赞成前旭 刻广得音 随境内外 少先周之救计 习文武之义得 宝大定功 海内唯一 岂不休灾 曹植这封劝禁表 正好跟汉宪帝 第三次明诏 一起送到曹丕府中 曹丕看了以后 泪流满面的说 到底还是亲生兄弟 你看其他诸位藩王 哪里有你这番心意 曹植办的第三件事 是自检语 这也让曹丕大俭猜忌之心 有一次在朝堂上 曹丕就跟曹植说 你手下有一对丁氏兄弟 自视甚高 总想行往左之事 把你往地位上推 这个事你知道吗 曹植回答说 知道一点 早在父亲垂危之客 他们就想把我 往世子之位上推 还四处给我 摇旗呐喊 但我压根 没跟他们合作 这点兄长 可以放心 曹丕说 依你之见这二人 怎么处之 曹植说 当初留着他们 只是为了尽失文唱和之心 如果他们让您感到不爽 可以把他们抓起来杀掉 曹植做的第四件事情 是打感情牌 打孝道牌 曹植自去林子之后 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跟身居后宫的 汴夫人通心 其中不乏 歌功颂德之举 我后其胜 客唱单聪 不出房榻 心照万邦 年于耳顺 前前匪眷 诸欲不完 功欲剔裂 日甘忘机 林乐物宴 去奢吉捡 旷世作险 慎中如始 岛和吕珍 此举既是向母亲 辽表赤子之心 也亦在提醒曹丕 我们是义乃同胞的兄弟 此外 曹植这一位其兄 曹丕掩懒人才 也让曹丕 倍感满意 曹丕即位之初 为国上下 以管宁为首 掀起了一场非暴力部合作运动 他极力倡导 帮有道则是 帮无道则隐 暗讽曹丕寡得少才 不歹为武 这个时候 曹植就站出来 为大卫集团洗地 并写了一篇文章 我们可以看一下 事有盛载 异地霸士 同量乾坤 等要日月 玄化参神 与灵和气 会则波玉黎苗 威灵阵乎无外 超龙平于殷州 种息黄而其态 现朝为清 王道辖军 民望如草 我则如春 伪灾言呼 尽者无子 所述华言 寓意立我 直脚与心 至闻天下母亲 明君立国 蓝阳虚之正义 至完肃之迷惑 金玉阔尔 身轻若非 愿返出福 从此而归 大概意思是说 现在是圣君当朝 贤臣执禀 政治生态良好 大家都应该出来 为魏国建立事功 在他的呼吁之下 至少有76名文人默克 入室魏朝 虽然说这些人 不见得有才能 但这让曹丕感觉到 曹植真心 是在辅佐自己 综上所述 曹植并没有给曹丕 留下一个难以驾驭的印象 法家主张 欲之赏之不劝 法之悔之不畏 似者加焉不变 则除之 既然曹植这么听话 这么懂事 曹丕实在没理由 再起杀机 有人说曹植屡次向曹丕 曹瑞父子 递交 求自是表 全部都石沉大海 等于是被这对父子剥夺了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这难道不能说明曹丕对其防备有加 生怕其大展郡族 孰不知罗之经有言 人皆可罪 罪人须定其人 在帝王家眼中 上至三公 下级离数 都被视作 是可以窃取九五之位的犯罪 嫌疑人 曹植自然也在嫌疑人之力 但是比起其他天皇贵咒 皇亲国戚 以及以司马懿 无知 陈群为首的六大望族来说 曹植实在不能说是曹丕重点的防范对象 总的来说 曹植在父亲去世后的近七八年中 与兄长曹丕的关系大体平顺 可以说波澜不惊 后世的艺术家 凭空度 转出二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 不过是 射人眼球的手段罢了